Disability 就是 繪本班 可以畫畫 然後 不會的 還可以問老師 老師也不會亂罵人 打足球 刷球 然後點球很普通 因為球就是會掉 我喜歡參加娛樂營 因為它可以讓自己的想像力去旅行 讓自己的知識更好 然後可以比別人更上一層樓 早餐我在哪裡 就是想擺哪邊都不對你知道嗎 所謂的城鄉落差 最關鍵的點是在於 課後跟所謂的寒暑假的期間 隔代教養 還有所謂的雙薪家庭 家長也不敢讓孩子出去外面 那就關在家裡面 那關在家裡面可以幹嘛呢 我都在家裡玩手機 我自己放在家 會在家裡 不然就是放了跟阿嬤工作 打遊戲 然後用紙箱做被牢的東西 阿嬤就會帶我去天理 然後每次阿嬤就是會讓我坐在碰碰車上 每次坐碰碰車上 那個就會一直 我也跟著一直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這些孩子 如果沒有規劃的話 他的時間就是 套在這些地方 套在山西上面 寒暑假更是一個關鍵點 如果整個空白的話 其實那一下子就拉開很大的一個距離 所以我覺得說 在我們這區域 我們就是希望說 用學校的力量去補足這一塊 不要讓它的城鄉落差一直擴大 確實剛開始來偏向工作的時候 會覺得真的是一個很考驗體力的工作 因為畢竟就是一整天可能都需要在外面訪事 就是要這樣跑來跑去這樣子 透過真正的去校訪家訪 然後去跟小朋友互動 然後才能更了解說 原來他們平常生活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在服務偏向孩子的過程中 發現很多家長其實平常真的也是很辛苦 就是為了生計嘛 所以都需要工作 那在長假期間當然也是 那其實小朋友在放暑假的時候 可能就是 可能家長忙工作 然後所以可能也沒辦法很常陪著小孩 或是其實平常也比較少有時間 可以帶小孩去參加外面的一些活動啊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 透過去提供學校應對的補助 然後可以讓學校可以去舉辦很多元 然後很有趣的活動 就至少放假的時候也可以讓小朋友來參加 然後也可以體驗就是跟平常學期間比較不一樣 然後比較豐富有趣的活動這樣子 那其實在長假期間因為沒有營養午餐嘛 所以其實也可以透過物資箱 然後讓孩子至少可以簡單的料理自己的三餐 就是比較不用擔心說 沒有營養午餐那我的餐食怎麼辦 就至少有一個物資箱可以解決他們的餐食需求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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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